刚才见到的一位姑娘 我上次有一次聊天的时候 说到我是社交障碍 所以轻易不见生人 今天她在头顶上写了 反社交的自来的 可以说是很有诚意 然后她特别喜欢您 我没有特别喜欢 接下来要去见另外一个朋友 心里是比较忐忑的 因为她是一个拜仁慕尼黑球迷 然后在一个星期以前 在欧冠的比赛上 阿森纳课长1比5输给了拜仁 很难表达 能体会到啊 但是我很难说出来 就是特别窝囊吧 但是又因为 之前跟你其实没有关系 就不是因为你踢输了 这就是是另外一种复杂和尴尬 应该是这里吧 遥远的看到那个里面 Starbucks 世界中国的城市的一些天气 海口是多云长沙在下雨 感觉没什么意义啊 这些星期 感觉没什么意义啊 我把你放过去 你家众四名 你在拍什么 你在拍什么 我在拍拜仁穷迷 不靠不要这样 你比我很过一过去 恰谈还是比较友好啊 足球的话题没聊太多 现在终于等到了深夜啊 在深夜来录这个平凡料理是比较有感觉的 我今天要做的是一个一口披萨 这是模仿啊 这个菜谱是来自一个日本的漫画家叫做春田雄介 他的一个漫画叫做漫画家的夜食研究所 很容易想象了 就是说漫画家经常要熬夜来工作 那晚上饿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他就想自己来做点东西吃啊 所以他就做了很多的菜谱 然后他把这个菜谱做成连载发到网上呢 很受欢迎 最后就变成了连载 第一个菜叫做一口披萨 我觉得他的菜有几个特点啊 一个就是 它都是一个像模像样的菜啊 不是说我吃一块面包上面涂点黄油 或者涂点酱 不是那么简单的 它还是跟传统的一些菜品是一样的啊 就比如披萨比如说味噌汤啊等等 就是吃正统的一些菜 第二点就是他的做的时间很短 是很快手的菜 就因为他的需求就是我现在马上就饿了 我马上就想吃到 所以不会太花太多时间的 不会什么慢煮个两个小时啊 没有这种菜 还有就是他的食材 比起原版来说一般都会有所变化 但是我觉得巧妙的也就在这里啊 接下来介绍一下用到的食材 要用到的油 首先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脚皮 就是用脚皮来当这个一口比赛的饼底啊 所以它的尺寸就这么大 番茄酱 我这边用的都是非常快餐的这些酱啊 就是很素食 家里面都随时都有这种酱 按照它的原版的配方的话是三种酱 番茄酱 蛋黄酱 还有这个芥末酱啊 然后呢上面就你爱吃什么就放什么 它那边有青椒 但是我今天忘了买青椒了 马苏里拉啊 一些芝士 芝士其实你不需要用这种块状的 最常见的是那个片状的芝士嘛 你用片状的芝士撕开啊 撕成小块放上去也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香肠啊 还有一根香肠 准备做两片也就是用四个脚皮啊 这个其实两片粘在一起就挺好啊 但我还是刻板一点还是把它揭开啊 水上沾一点水啊 就你这样沾了水以后把两片拼在一块 这样好这样就得到了两片加厚的脚皮啊 就是我待会的饼底了 这个放到微博炉里 中火一分钟嘛 好像有点多了 蛋黄酱 芥末酱我就调一点啊 让它有一点芥末的味道就可以了 好像蛋黄酱多了一点啊 颜色发白了 问题不大吧 好变成这样了 这样算失败了吧 但这个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啊 就它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这两个脚皮之间 有点这种气泡 看到没有 膨胀起来了 香肠稍微切成片啊 正好碰上一段肥的 但不要切太多啊 因为大碗上的 然后每一块上面放个两片可能就差不多了 你要切碎一点也可以啊 如果你家有那个烤吐司的小烤箱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直接烤的时候直接去加热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大烤箱的话 还是先预热上啊 就在开始准备材料的时候 最好就先预热上 温度随便吧 烤盘的锡纸上面稍微撒点油啊 看抹抹瓶 金刺的三个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 这个一个是这种骨起的形状和粘合的程度 还有就是你看它这个这一面有很多的面粉啊 就有点像披萨底部 如果向下那一层本来就是会给它放的 放一些面粉 然后最后焦焦的 然后一摇会掉一些粉什么的啊 这样的颜色已经不是很好了 淡黄酱放太多了 但是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放上以后 很喜欢的一步啊 像披萨职人一样 把它弄平 应该最后再放到烤盘上啊 就在那边先把它弄好了 最后再放烤盘 先放芝士还是先放那个香肠呢 就这个就没有蔬菜了啊 如果按它原来的配方你去放一点青椒的话 那个青椒你最好是炒一下 就麻烦了嘛 看这刀工没有 灯饮香肠 好像没放盐啊 应该不用放盐吧 真的我觉得反正你也不是天天熬夜 你偶尔熬夜吃一点好吃的东西 比较对得起心情对吧 不然你大晚上的看个足球 输成狗 心里过不去 只要烤五分钟啊 也是等这些东西都化就可以了 就应该很快就可以烤好啊 我觉得如果你也是用这种大烤箱的话 我会建议你把它放到比较低的位置啊 可能放最低都可以 好了好了好了 我觉得好了 哇 听 是不是 把位置让给我啊 让我来调一块 我调比较完美的啊 就是这块 它的底部啊 我因为是放了油嘛 所以它煎出来是稍微有点油的 跟那个真正的披萨不太一样 然后听一下声音 就是 两个脚皮构成的平底 没想到还是很扎实啊 接下来 脆底的 这个样好吃啊 嗯 嗯 这是鸡仔 鸡仔 四川香肠 但是味道也还可以 这个酱可以啊 没想到 加了一点蛋黄酱进去以后 就把那个很酸的那种番茄酱给 变成这个味道了 看 这个鸡仔 巧妙变成了 两层 然后上面这一层呢 跟那个 芝士和香肠融合在一块 底下这一层就变成了脆的 保底 非常天才啊 这个 难免会想喝一点啤酒这个时候 但是千万不能喝 看一下时间 千万不能喝 把这三片吃完就睡觉 芝士 还有一种充电的感觉啊 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那今天的平凡料理到这里就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在社交网络关注 WiApp的账号 这样可以低时间看到更新的视频 也可以来跟我互动啊 有问题的话可以提过来 我给您解答 下期再见吧 拜拜 咱们 走就点 走就点 走就点